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其他频道比较不容易做到的地方 对 就是客家宴的角色的部分 对 我们让他有更多的功能的部分 对对对 好 那因为我们要讲里面的犯人 所以还是要剧情简介一下 嗯 好 我先说一下简单的剧情 就是呢 松岩氏她出现了连续杀人案 从公园的一只女性的断手开始 然后呢 就是透过新闻报道 然后大家的追踪 慢慢会发现失踪的女孩子越来越多 那这时候男主角啊 也就是检察官 吴康仁他就要去找这个凶手 那我们在看这个戏的过程 就是一个享受解谜的过程 那表面的凶手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其实就是夜店的那个DJ 范绍勋演的角色沈家文 是 他的特征就是会灵虐女性 但是他后来 我们会发现 他只是一个表面的行凶的人 妻子 他只是妻子 他只是其中之一 然后后面他其实还有一个共犯结构 而且背后的这个大魔王 其实就是那个段长 一开始被发现 就在他旁边的那一个 深夜现场的主持人 陈和平嘛 是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 犯罪心理真的非常精彩 我们先请杨老师讲一下 你为什么会起着这个头 让我整理这一集 整理得到天昏地暗 我不晓得这一集我们要录多久 因为我的现在手稿好厚 对 我在看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这个 因为公布美性的作品嘛 而且他原著其实很厚 所以我其实是很期待 他改编的时候 怎么去把那些人物的刻画 写得再清楚一点这样子 那我觉得大家都演得非常好 对 但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就是因为 柯佳燕也的那个胡允慧啊 他是 临床心理师 然后他在里面的角色是犯罪心理的解剖 那我就想说 这我的本行 所以我想说 好啊 那来看一下 他会有什么样的发现 他的角色在里面的功能 结果 我觉得他的镜头有点少 他就吃火锅 送送报告 然后聊聊天 对 去警局门口找一下 那个吴康仁 然后就领便当了 我觉得他最大的功能 就是要激怒 激怒那个郭小琪 就是吴康仁演的 让他痛彻心扉 然后失控 对啦 他其实他最主要功能 就是郭小琪的杀人按钮啦 对 他就是要把前女友 那个角色演好 那我想说 那就不用一个犯罪心理啦 对 所以我觉得 嗯 好 可是我想说 好没关系 那这个角色 有另外一面没有呈现出来 我们在这个节目 好 让大家听得愉快 听得更懂 那个背后所有的逻辑是什么 OK 好 这一集杨老师 他真的请进他的必胜功力了 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那我觉得呢 从一般观众的角度来看 大家平常在看这种戏啊 最气愤的就是 为什么加害人 可以做出这么泯灭人性的事情 杨老师你必须要 理解我 谅解我 这个时候 我真的没有办法换位到犯人的角色 去跟他做换位思考 这就是犯罪心理事要做的事情啊 好 告诉我 他的角色 如果我们一直都是对立面 我们无法理解 那我们就无法预防嘛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我接下来要讲的 这一系列的他们 呃 关于他们心智运作的过程 其实不是要你去 认同他的做法 我只是要让大家知道 那个背后 整个 整个人是怎么坏掉的 OK 好 整个逻辑 嗯 然后你也可以一边听 听一听 你可以检视一下你身边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嗯 那不是他们现在就会去杀人 对 可是因为你有一些 呃 理解 这些知识背景 对 你最轻就是保护自己嘛 对 那再来如果他真的是你重要的家人 那你就会比较知道怎么跟他互动 OK 好哦 好 那关于 对 加害人呢 这大概也是我中年之后才能长得出来的 理解他们的能力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跟你一样啊 嗯 就觉得这种人有什么好讨论的 嗯 就是 好 算我不要讲好了 对对对 我想这是很大的 很多人的反应嘛 就是 嗯 你做这种很坏的事 那干脆你就消失 消灭好了 对啊 但是我想要讲就是 人不会一生下来就坏掉 OK 这时候我们就要讲一下 与二的 我们与二的距离的经典名言嘛 嗯 就是 不会有人要花20年养出一个杀人犯 好 可是真的养出来了 到底怎么了 对 这个过程到底怎么 与二那边没有解的 我们来这边解 诶 你突然 你有没有发现最后一集 吴康仁 嗯 他不是进去之后出来 突然又接回与二那个角色 对啊 对啊 就是公社辩护人 就很多致敬嘛 对对对 还有那个华登初上的 燕灰缸嘛 OKOK 好 我先来讲 简单讲 我先讲一个最大的概念 就是这一些加害人 嗯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他们的心智能力坏掉了 嗯 嗯 那心智能力是什么 哎 这一集要更好哦 每一个 每一怕 思考链条要更好 不知道你听到后面会听不懂 对 心智能力是什么 讲白话文就是 你有了心智能力 你才能了解自己 跟别人行为背后的意图 意图哦 嗯 意图是指什么 就是你可以懂你自己或别人行为 你之所以会做这个行为 背后有一个 你看不见的动机 信念 信念就是一个 他的相信 OK 就比如说我现在 呃 认为你 一定会把这集做好 嗯 就是你还没有做到这件事 但是我 你相信我 我相信 这就是一种信念 或者是一种想法 好 还有背后的情绪也好 或者需求 OK 我们做一件事 比如说你看到我拿 去拿水起来喝 嗯 你是不是就可以推论我 口渴了 对 那像这样的能力 嗯 我们都会觉得 啊这有什么好讲的 这不是每个人天生下来就有吗 我以前是这样想 哦 我以前是这样想 哦 可是我 读了更多书之后 然后加上心理学 有一直在不停的研究 嗯 呃更 就是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好嘛 所以我们对人的理解 就不是可以更往前更往前 做更多长期的研究 好 我们现在的发现是 像这些心智化的能力啊 它并不是天生下来就有 不是说你下来 然后你的城市启动 然后你长大就有 它应该更多时候是很在你 被养育的过程里 嗯 有意无意 但大部分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在做这件事 很多爸爸妈妈 并不知道 其实这么做 已经在帮孩子建立心智化 只是我们就是 都要这样子被养大 嗯 然后我们就这样 慢慢建构出来了 哦 杨老师 你刚刚在说的就是 可能这些犯人 他有可能是从哪里 开始坏掉的吗 对对对 我今天想把那个历程 讲得再细一点 就是这整个心智的能力 它既然是被建构出来的 那建构的过程 是不是就有 盖得好的跟盖不好的 对 那盖得好就是我们嘛 我相信听这个节目的大家 都是有一定心智能力的 你才会喜欢听心理学 真的 会喜欢心理学的人啊 基本上都蛮有心智能力 因为我们都在讨论一个 看不见的东西嘛 真的 而且他有时候那个概念 跟逻辑链条之长啊 对 如果你不是那么喜欢 这么具体的东西 你可能会去别的学科嘛 比较比较看得见 摸得到有数据的 那你喜欢心理学 一定就是你 对于那个抽象 说不出来 可是你又觉得 他存在的东西 是有兴趣的 好 那如果我们都是盖得好的 就是我们很幸运 嗯 可是如果有些盖不好的人 他是存在的 那如果我们不去理解 他们到底怎么长出来 那他们就会一直存在 就是这种东西 就会一直发生 所以有一些人呢 在极端的状况下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这两个节目 这两位犯人 对对 沈家文跟陈和平 对 他们到底是怎么坏掉的 OK 好 这是我们要讲这个过程 好玩 好 但在讲他们坏掉之前 我们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 什么叫心智化的过程 就是那个建构 被盖起来的 我们到底在盖什么 我们现在在给听众 城市基础是吗 对 我们要知道这个盖起来 我们要先知道正常的走法嘛 那你有了正常的走法之后 你就可以去对比 特别是沈家文 我觉得在这个戏里面 他演得非常好 然后他的人设也非常的立体 你就可以知道 一对应你就知道 他一定注定会坏掉 OK 根本就妥妥的 好 来我们先来基础架构 好 基础架构以前的人 早年呢 可能一百年前 对小孩的研究比较少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小孩就是空白 然后他们 就是是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的 然后我们对他们的 那个心智能力 就是很模糊 我们无法理解 可是慢慢的经过 很多很多的研究 我们就发现 其实孩子 其实是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 他透过他很多感官功能的成熟 不管是看得见的 听得见的 然后一些嗅觉啊 要更敏感啊 他会开始其实不断的在跟这个外界做互动 接触 有养过小孩的妈妈 你一定会有感觉 小朋友并不是一张白纸 他是甚至是很小很小 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 你就可以看得到 他会追踪你的脸 小朋友其实是会一直看着妈妈的脸 去定位了他自己 这有养过小孩的人 你这个时候可以把你的经验拿出来对照 他们并不是一个被动的生物 好 那因为 如果你有上好好说再见的话 这一集的 这个含金量非常的大 你需要有很强的身背知识 那我在好好说再见的课程里 我是不是有说 我们所有的人 之所以今天能成为自己 不是因为我们一出生 就知道有一个自己叫我 不是 是因为我们先知道一个课题 就是一个外面的人 外界 我们是先知道了有一个外面的人 然后我们回头才找到了自己 是 OK 这个顺序是这样子 不能弄错的 好 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个外面的人 才能回头找自己 那这个时候 重点来了 那我们找到的这个外面的人的品质 就是关键 就是我们形成自我的关键 就是会决定你这个自我的品质的观念 的一个重要的差别 对不对 你找到的外面那个人 越是好的 有功能的 那你回头建立出来的自我 是不是就是相对有功能 是 好 所以 如果你想要再更了解课题很蠢 那是什么啊 我建立你 马上加入 好好说再见 好 说再见 整个第二章都在讲这件事情 OK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讲分离的时候 一定要讲这件事情 因为 这是最初的 没有这个 我们后面讨论长大后的分离都是 很表面的 对 相对就对 对对对 那就像是我今天要来讲这个犯罪行李 或者讲我们自我的成长 我们不去讲最原初的 我们直接就在想我们长大后的 那你就会觉得永远解释上面 会有一种落差感 好好好 好我们再回来 对 杨老师赶快我好想听 好 那 我刚才有讲说 新制化 新制化嘛 新制化呢 这一个概念 在这二十年 近二十年来 非常的流行 心理学里头 心理学界里头 因为他整合了所有的 我们小学堂 心理小学堂 十二个学派是吗 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理论 然后汇在一起 所以他其实 真的不好懂 可是他又非常重要 我要讲这几位做了非常多功课 好那再 回头来讲 那小朋友出生 他们可能刚出生 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 你会看他们 不管你也没有生 你看别人家小孩 你是不是发现 小朋友他是 没有新制化能力 他还不会语言嘛 对啊 我们语言 最快最快 也要十个月 一岁之后 我们才会 爸爸爸爸妈妈妈妈妈 很简单 对不对 所以他没有办法 用语言来跟你沟通 那他们在最早的时候 他们有需求的时候 是怎么办的 用哭 肢体 或者是用眼神 跟妈妈交流 对 就是最常的反应 就爆哭嘛 对 就是如果你 如果他有点小 不舒服的时候 你没辨识出来的时候 他就会越来越 就是那个情绪张力 就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嘛 对不对 然后就爆哭嘛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呢 你会看小朋友 你会看到他有需求 可是他有需求 他的反应 因为没有语言 没有理智的能力 他就情绪嘛 我们人是情绪的动物嘛 而且他们的情绪 刚开始很 很简单 就只有哭 然后很不舒服 跟OK Calm down下来了 舒服了 有啦 有一些小孩 有中间 就是会哼哼哼哼哼 它不像我们成人 有这么多 情绪的 是 细分嘛 对不对 我们可能还会嫉妒 我们可能还会羞愧 这种东西 在小朋友没有 没有 那既然小朋友没有 那是不是就是意味着 我们情绪的 那个细致的能力 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 慢慢 慢慢的 长出来的 那这个东西 非常的重要 这会跟 沈家 沈家文 非常的有关系 就是 当我们在 很小的时候 我们的不舒服 其实我们的反应 是非常直接的 就我们就大哭 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 这个外面的课题 你找到的 那个课题 好不好嘛 那它 如果它是好的 它该怎么办 你不用非常的 优秀哦 你也不用是 拿来什么博士 不用 你只需要就是 把孩子抱起来 然后说 哦 你肚子饿饿了 没有喝到 你呢 好生气 哦 这我想所有的 爸爸妈妈 应该都会做吧 意思是 小朋友即便听不懂 他们也透过这个过程 知道自己怎么了 这个过程 其实就在帮孩子 慢慢慢慢的辨识 情绪是什么 嗯 因为孩子不知道嘛 可是因为我们都被养过 对 正常来讲 我们有一个被养育 一个好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是这样 代代相传嘛 是 所以我们是不是 就会慢慢知道 哦 哦 这个东西不舒服 可是不舒服可以分成 很饿的时候会生气 嗯 或者你的妈妈 或你的爸爸会标信说 哦 很饿的时候不舒服 嗯 所以每个家庭标定的东西 又会有一些差异 那这就会是 不同家庭讲出来 小孩又不一样 所以你看没有 这个系统多庞大 好 好 或者是尿不湿湿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一种 不舒服的感觉嘛 对啊 那这些原始的身体上的 不舒服 小朋友就是最初 他们不会想说 我要买一台车车 没有买到很不舒服嘛 不会 这是长大事的 对 但是他小的时候 他就只有各种 生理的需要 对 的不舒服 嗯 没有喝到东西 然后大便搭在 呃尿布上 尿布里面 闷闷的 或者是没有人离我 没有人陪我玩 对对对对 这种很原始生理的东西 这是我们开始 认识情绪的第一步 对 那这个时候一个 足够好的家人 足够好的照顾者 我们只要能够给予他们 这种生理上的满足 嗯 帮他们去 可以去照顾他们 然后甚至是 有能力一点的 就是帮他标定出来说 哦 你哭哭 你生气气 或者是你刚刚 奶过 很简单 很简单 不要复杂哦 因为小朋友听不懂 更复杂的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 就是你在帮孩子的情绪 划重点 哦 父母心要做的事情 就是不停地 帮孩子划重点 那 嗯 嗯 生理的照顾是有的 哦 生理照顾只是 让他活下去 可是如果你让他 活得好的话 你必须帮他的情绪 慢慢地标定出来 哦 让孩子感觉到 他的情绪有被接住 好 先接住 然后再来第二个 你要帮他指出来 哦 肚子饿生气 然后他就可以 从你的这个回馈当中知道 哦 我这个叫生气 哦 那等一下那个没有人理 然后哭哭就觉得 很 好孤单 你现在是给他 你可能 我不知道妈妈会怎么讲话 但是可能就是 哦 哭哭没有人陪 不行 还没有人陪 那他就可以知道 哦 我现在的不舒服是 想要有人玩 哦 这种很 很细致的 这种 从他表征的情绪 再讲到他内在的需求 对对对 表征不是这样 他表现出来的情绪 对 所以大人第一个要辨识 然后要给他一个 跟他很靠近又不一样的情绪 OK 杨老师我听到这边 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 就是 我们刚出生的时候啊 就是小朋友可能 他对于自己的情绪跟反应 是一团糊的 但是因为我跟外界的接触 跟相处 我会开始知道 哦 对 我现在饿了 嗯 我因为有外界的回馈 我知道我现在饿了 啊 这个东西 从外界的人的反应 让我知道我现在生气了 嗯 或者是我现在不开心 是因为我没有人陪 我孤单了 他们是这样慢慢的去把 那一团糊厘清 对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社会 社会能力 哦 与人互动的 skill 呃 的技巧 都是从这样的过程 很原始的状态里 慢慢慢慢慢慢的累积的 没有人可能突然长到四十岁 或二十岁就突然会表达 对 然后突然可以跟人 很清楚自己 很能够互动 没有人 OK 那我们都是 就是这么这么这么 一点点一点点的 然后 当然我刚才讲 父母亲要去接住孩子嘛 然后照顾他 然后帮他命名 命名完之后 再帮他缓和下来 那这个整个过程 就是让孩子慢慢有 心智化情绪的能力 OK 他的情绪是可以被处理的 嗯 嗯 他 这个 呃 我们本来的情绪 就是在我们很原始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就是那个不舒服 是很生理性的 对不对 对 我们可能是说不出来 甚至不知道怎么了 当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们是无法处理他的 OK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心理学都会跟你说 你要认出你的情绪 就是这个原因啊 你要知道你怎么了 那这个过程 你会驮得说你是无法处理他 但是当他是积木一块一块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认出他 然后拼出你想要的样子 嗯嗯嗯 到这边可以吗 还可以 好那这边呢 于是呢 还是可能刚开始就可以知道 哦我生气了 好 那我认出来了 然后我随着我年纪来越大 那个心智化不是一天养成的 他就是慢慢慢慢 然后他会开始 外面的大人还会再教他 怎么去调节这个愤怒 是 这就是大人最重要的功能吗 对对对 养孩子在养这个 嗯 关于他的智力 IQ 到底会不会讲英文 嗯 我不能说他不重要 可是他真的是六岁以后的事 嗯嗯 你零到六岁呢 你最重要的事情 是让他的这个心智化的能力 嗯 可以做好 好 好 那当孩子有心智化 就是他的情绪不再是 全部是一坨的 他可以是 我生气了 是不是有时候你会看到孩子 他被教到说 如果生气的时候要说 对 或者是 慢慢用他自己的方法 让大人知道他怎么了 我最近也常看到 有一些妈妈是说 如果你觉得你很生气了 你先深呼吸 哦 妈妈跟小孩说是不是 对对对 也可以也可以 就是他们都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调节小孩的情绪 嗯 情绪需要被调节 而调节的方法就是 认出来命名 然后调节他 好 知道让小孩知道 可以怎么处理 这整个过程就叫心智化 好 好 那如果放在大人里头 你一定很常听到一句话叫做 先处理心情 再处理事情 这个呢 就是标标准准的心智化的流程 就是我们虽然是大人 大部分我们的心智是OK的 可以运作 可是你一定有那种 一秒断线的时候 有 那一秒断线的时候 就是你调回了 非心智化的状态 就是你的心智化 没有办法启动 因为你现在被整个情绪绑架了 嗯 就跟你小时候 一岁的时候 或十个月的时候 觉得饿到整个要撵狂的状态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虽然是大人 但不等于我们 always永远都是做得好的 我们有时候 就是会在这过程摆荡 那理解这件事情的好处就是 你会更懂你自己 也会更懂别人 杨老师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当我们心智化 能够正常运作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一般常讲的 理性理智比较多的时候 对对对 可以这么说 好 那我这边加快哦 所以这样的下来 你能够慢慢的 count down下来 你是不是就慢慢能讲出 分化的能力 分化就是你是你 别人是别人 我今天会生气 可是他不一定会生气 因为他有一个 跟我不一样的历程 好 那什么叫做行为背后的意图 对不对 就是对孩子来讲 这句话的翻译成白话文 就是他会慢慢知道 他从一坨 我只有 我只有生理需求 然后我很想满足到 我知道我现在很生气 因为我没有喝到奶奶 好 然后我觉得妈妈现在应该马上泡好 拿给我 对 这是一种想法 对不对 对 这个基本上你两三岁的孩子 就会看到他有这个能力 是 这个能力不会天生就长出来 对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幸运的人 好 然后甚至是我会因为没有喝到奶奶 而且妈妈没有拿给我 我想打妈妈 嗯 这有些孩子会这样子吗 对 对 那我为什么要打妈妈 因为我肚子饿 对 他是不是就把他的行为 背后他的状态连起来了 嗯 这件事情 在孩子身上你觉得这到底有什么好讨论的 但是 你放到大人身上是一样的 好 嗯 那 于是他的所有的能力 就会在这个过程里 慢慢慢慢的从 去理解他怎么了 妈妈怎么了 爸爸怎么了 然后每一个人的行为背后有一个意图 那意图是看不见 但是他存在 对 这 就是心智化 然后这就是我们能够 在社会上面可以在外面工作 可以跟人家沟通 可以跟人家好好互动 最原始的城市基础 OK 好 好了 那我们现在讲完了 意图 心智化的过程了 然后我们终于要来讲犯人了 然后真的 好哦 嗯 好 所以来 讲回来 犯人为什么没人性呢 好 那我刚才在讲说 这个心智化是必须从一个外部好的课题 慢慢建构出来的嘛 然后他需要有一个环境 一段时间 不断的练习 对 好 那这都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OK 可是如果孩子他在三岁以前 他的心智化是没有 呃 这样讲 总之他就是被破坏的 不完整啊 因为我们都是孩子本身 理智不是一出生就有嘛 那是很长后面的事情 甚至有人一辈子都没有长出来嘛 嗯 那我们基本上都是情绪的动物 所以我们会是在前面三年 就要我刚才讲的你的情绪要被认出来 不要不要订出来 而且正确的认出来 关于正确认出来 他还有很多的细致的做法 我以后有空再来讲 好 然后然后你可以被呃 安抚然后calm down 然后长出理智 所以理智才会长出来 是 是 是在情绪后面 是 那人格为常的人啊 或者很严重的精神 精神疾病的人 嗯 就是这一段坏掉了 OK 怎么坏掉的呢 对 我先来讲有三种 绝对是有问题的呃 教养方法 嗯 你可能妈妈 爸爸现在听到很很很紧张说 那那我又没有做好 基本上你有一定的爱 爱你的孩子 嗯 大部分都可以做的好的 除非你是以下这三种 第一种 就是完全的忽视 嗯 完全的不去看你 而且否定你 你怎么哭 我都不认 就是不理小孩了 不理小孩 这是真的会有人 嗯 这样干的 那当一个孩子 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 他会有两个感觉 一个就是 他会有非常强大的生存威胁 嗯 因为他的哭喊 他的任何的挣扎 他呼喊不了一个爱他的人 来到他身边 嗯 所以他无法撼动这个世界 他对他的存在 是完全没有信心的 这像不像戏里面的 那个犯人给被害者 那种绝望的感觉 哦 对 对吧 对 因为他们内在 就是被这样子对待的 是的 是的 哇 陈一选 你好懂他们哦 好你赶快讲 第二个 第二种 对 其实你看犯人 怎么对待受害者 你都可以去合理怀疑 他当年都是怎么被对待的 OK 好再来就是 于是他就会对这个 世界没有一个信任感嘛 他会到一种绝望的状态 对 所以他也很渴望把这个绝望的感觉 散布出去 OK 好 那 这是第一种 叫做忽视 是 这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有些孩子 可能就会在这个过程里死掉 嗯 第二种呢 这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 非常的严厉 可是那个严厉不是说 教你规矩 然后 就是有一些要求 不是 所谓的严厉是 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 他心智他对于他自己是谁都还不清楚的时候 你就塞了很多很糟糕的标签给他 比如说 像是什么 比如说可能你跟妈妈出去 或爸爸出去 嗯 做捷运好了 嗯 那有些小朋友可能 就是他还不知道社会规则嘛 嗯 他可能会大哭啊 会奔跑啊 会会做一些孩子做的事 那一个好的父母亲就是会制止嘛 嗯 然后甚至开始跟他讲道理嘛 嗯 然后同理他嘛 可是有一些你会看到有些爸妈是 当孩子 直接骂人 甚至直接打人 哦 嗯 就是很 就是直接下去了 嗯 那当这样孩子的时候 他没有被调节 我前面讲很久嘛 是 他的情绪没有被调节 大人主要的功能要调节 然后他还被塞了很多 你就是一个魔鬼 你就是贱货 你就是 很难听的话 欸 其实你刚刚在讲那个 妈妈没有拿奶奶来给我 然后小孩想打妈妈的时候 我是真的听过有一个妈妈是 他来不及泡奶奶 然后小孩打他 他就 直接一个巴掌伞回去 就说那个小孩说 你这个不孝子 我生你干嘛 对 这就是可怕的教养 这就是严厉 这就是严厉的教养 严厉跟严格不一样 好高 严厉就是 他 他期待一个孩子 有一个承认的表现 可是那个孩子只是表现出他 生理的需求 的 那个阶段的状态 可是你看他 一来他没调节嘛 他就直接行动化 好 所以这个孩子 我等一下会继续讲 这个孩子将来讲 他有情绪的时候 他会一模一样 他就行动化 他就是攻击 因为当他有情绪的时候 他是这样被对待的 然后他又被标签一个东西 叫不孝子 对啊 他的自我的概念 是不是就是糟的 对啊 那像这样子的小朋友 他接下来的成长会怎么样 他们就会是 遇有痛苦的时候 或情绪的时候 因为他处理不了嘛 那小朋友的反应是什么 你看看小朋友 他们在接受外面的东西 他就只有两个反应 一个吞进去嘛 一个就吐出来嘛 吐出来就是 他去攻击别人 对 他就是会变成 后面的暴力行为 然后第三种 叫做不可控的教养 这是什么 有一种教养方法呢 我其实是觉得 比前两种还要更可怕 就是这种吗 我觉得啦 好 就是一个就是 他一下子对你很好 但是下一秒钟会忽然变脸 有看过有那种 父母亲就是 有我经历过 有听前面敲门的人都知道 为什么 对 你父亲那样子也算是 也算是 对 那如果这个发生在你更早期 一岁 很小的时候 就是这样 一秒钟对你 很好很好 帮你捧上天 但下一秒 那个速度之快的是 把你贬低到哪里 那这孩子就会整个错乱 然后为什么 我觉得这很可怕的原因 是前面那些 忽视啦 严格 他还可预期 可预期的 我妈很脾气很糟嘛 我爸脾气很糟嘛 我妈都不会理我嘛 所以 于是有些相对功能 很容易长 可是这种 一下子好 一下子不好啊 他就变成不可控 跟不可预期 他对心智的发展 心智发展有个东西 很重要 叫做规律性 OK 那他又这么的 一下这样 一下又那样 所以他会破坏掉 所有的逻辑 架构 规则 长不出来 那他对这个世界 就会失去了 可信任 跟预期 这个世界的能力 OK 那这个就是 思觉失调症 最容易养出来的家庭 就是混乱的家庭 OK 好 混乱就是 那个 那个情绪的 那个摆荡 波荡 很大 太大 大到还是无法理解 难怪全世界的 教养专家都说 小朋友在六岁以前 他需要一个 稳定的环境 还有稳定的爸妈 好 好 那我们来讲 沈家文 所以我们刚才都听完之后 你这样是不是可以懂 沈家文为什么 今天会变成 思觉失调 他在那里面呢 我觉得 如果真的要给他 一个 病理诊断的话 我觉得他是 思觉失调 对 他比较不是 人格为常 那我们来看 沈家文的 历程 历程嘛 他有一个妈妈 可是我们后来看看 才知道 妈妈 其实有一个女儿 是他的姐姐 也叫沈家文 文是上面一个语 下面一个文章的文 对 然后出生后 没多久就死了 然后妈妈产后忧郁 我搞不清楚是死了 才忧郁 还是本来就忧郁 然后孩子 姐姐的死 跟妈妈有没有关系 这一段没有演 好 Anyway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 我们在戏里头 看得出来 那个妈妈 心理学有一个名词 叫做冰箱妈妈 她是一个无法 敬应孩子情绪的妈妈 没有办法给小孩温度 她是无法辨识 孩子情绪的 她是只有自己的状态 你看到那个戏里头 很残忍嘛 她完全不管 小小 小家文在哭 小家文她在哭 她在抗拒 她完全忽略这件事 然后她直接输出 她要的反应 给沈家文 但是沈家文是不是 她其实还没长好 自己是谁 然后她就一直被 妈妈当成姐姐的替代品 对 然后她一直去吞进去 一个不属于她的 她自己的自我 概念 对对对 好 所以她是不是 她对于自己的存在 她就是模糊的 对啊 她是 不知道怎么去建构出来的 而且我一直读到 她有一种 她的存在是被否认的 是是是 所以她是不是 有忽视的那一段 对 她是冰冷的 对 所以她对世界是绝望的 对吧 所以绝望出来了哦 那为什么她们对加害人 她们对受害者 这么的 残忍 残忍 绝对是有原因的 OK 好 然后 因为她没有被看见 她是不是不存在 对 那她怎么抗拒 她妈都没用 她的情绪 是不是没有被调节 对 她的愤怒 没有办法 透过理智化 表真化的方法 消化掉嘛 那我刚才有说嘛 我们处理不了 吞不进去的 我们就只好干嘛 吐出来 吐出来就会变成 攻击 攻击 她情绪必须丢出去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 她后面开始做很多 伤害犯 伤害女性的事情 哦 所以 意思就是 一般观众觉得 很奇怪 为什么这些人都 不知道自己在做坏事 而且是这么残忍的事情 就是因为 刚刚杨老师讲的 她中间没有被调节过 所以她就直接 让她的情绪出去 就变成攻击 行为反应 对 如果你是正常人 你也觉得你是正常人 你不能用你的心智能力 去想她的 想说这么明显 你为什么看不见 但是因为我们有 十几二十年 三十年的这个过程 然后这个过程 一直到死 都可以一直心智化能力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所以 成人的社会 这个叫修养 词就换掉了 但是其实做一样的事情 那 因为 对于这些 心智坏掉的人 他们在理解自己 跟他人行为背后的意图的时候 他是无法处理的 就是我刚才讲 你要能理解自己怎么了 是因为你被调节过 你被标定过 可是如果你没有的时候 你是不是 你还是活着 你还是可以 长大 因为这是生理的能力嘛 就是你还是会长高 你还是会 呼吸 可以 可以动作 对不对 可是你没有心智的能力 然后你就是 有什么反应的时候 因为你没有被调节过 对 你没有被教过 你没有办法在理智的能力 处理这件事情 而且吊诡的是人 就是情绪的动物 我们情绪又一直出来 对 所以我们就只能直接行动 对不对 所以他就无法理解 自己怎么了 也无法理解别人怎么了 他就所有东西 就停在一岁以前 那种很原始的状态 OK 好 那这里我们就会说 有一个东西 大家就会知道 在监狱里的人 他们有很相似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家庭 大部分都是破碎的 对吧 明白了 所以你现在会知道 因为他的父母 本身就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养出这样的小孩 所以他不一定 是什么信任何太大 会直接去冲动 他有可能是没有被调节 这个有研究在研究说 如果他没有被调节过 他的信任何会怎么样发展 也是有关系的 但我们你看 这里又插出去 生理心理 所以这个学问非常的大 好 简单讲 所以你会发现 所有的家汉人 都曾经是受害者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他们在他的原生家庭里头 其实无论有没有遭遇过 肢体上的暴力 可是在情感上的 这个缺乏 因为他们的父母 可能本身就没有这个能力 他并不是刻意 要养住一个杀人犯 但是他的父母 可能没有能力去 做好心智功能 他们自己本身的能力就很弱 所以他就给不出来 给不出来 再加上很多先天后天的因素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好 所以像受害者变加害人 然后当这些情绪 他没有被调节过 他没有被教过 他就只有两种方法 一个就吞进去 一个就吐出来 吞进去的会怎样 吞进去的就是 你会看见有一些孩子 他是没办法处理 但他巨大情绪的时候 他会去自残 跟自伤 然后最严重就是自杀 对那这就是吞进去 这是吞进去的 那吐出来就是攻击别人 就像沈家文嘛 对那回到沈家文 他的情绪来 你可以在 我觉得他在这出戏的人设 是厚的 他的整个历程是看得见的 他的情绪来了 他是不是 不管在外面被激怒啊 还是他突然 他的幻觉 回来了 他又看到他姐姐了 对对对 我觉得他的 他的思觉思调可能 是很早发信的 有些人思觉思调是18岁以后 但有一些真的是 很小就思觉思调 那这真的跟家庭 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他情绪来 他不会调节 对不对 因为他妈根本就不会 所以呢 我们以为他虐待女人 是他会快乐 对 这是我们自己 就正常人的感受 对 但其实不是 他其实是 没有办法处理 自己内在的痛苦 他自己处理不了 所以我们说 小朋友处理不了的东西 怎么办 丢出去 丢出去 他是不是就可以 在被害人身上 看见了他的情绪 对耶 好 接下来 这一段要更好 这五分钟要更好 他处理不了的东西 他丢出去 丢出去是不是犯人 被害人 被害人很痛苦 哭啊 喊醉 那其实是他的情绪 所以他看见了 自己的情绪 对 他其实看见了 自己的情绪 他这边我们来讲 投射性认同 要更好 更好 他看见了 对不对 然后 他因为自己是破碎的 他是不存在 因为他如果 沈家文来讲 他就是他姐姐的替代品 对不对 所以他自己 无法消化的东西 他需要丢出去处理 对 丢出去处理的时候 他就看见了自己嘛 对 那个痛苦的自己 其实那一刻 他看见的是自己 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些受害女性 好 那更复杂来咯 好 他看见了 对不对 那现在怎么办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 看见一个很可怜的人 我们会想要糊糊臭臭 那是因为我们被爱过 但他没有 对不对 那他看到了 他在受害者身上 他看见了自己 来 他找到了自己嘛 因为他在自己身上 没办法统合 他才有丢出去 他找到 可是这个时候 他找到的是一个坏的自己 对耶 坏掉的自己嘛 糟糕的自己 对不对 他这个时候发现了自己 是不是 对 可是 可是 他是找到一个坏掉的自己 那他不喜欢这个坏掉的自己嘛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只好消灭这个坏掉的自己 因为我想是好的啊 嗯嗯嗯 我期待自己是好的嘛 嗯 然后我就只好把你消灭掉 那那一刻 我找到了你 同时 我又需要消灭你 因为你的存在 让我看见我自己好糟 我不要这个糟糕的感觉 我调节不了这个情绪 我只好透过消灭你 然后在消灭的那一刻 你以为他是爽快吗 其实不是 他那一刻是一种 得救了 就是 呀 我可以回到好的 可是他里面底层又是一个 更大的空虚 然后他找不到自己 所以他就只好再去找下一个加害 哎 受害者 哦 懂了吗 懂 这是我期待沈家燕做的事 哎 柯家燕做的事 好 嗯 那找不到对不对 所以 对 你会看见 家暴 那沈家文是最极端的啦 对 我们讲这最极端的 你大家不要害怕 嗯 这没有这么常出现 但是因为讲最极端 你会比较看得懂 嗯 好 你会看见很多日常生活里头 加害者跟 呃 家暴问题好了 加害者跟受害者 它是一组的 甚至你会说 老师 你这样讲 好奇怪 可是我看到好多家暴的家害人 他们都文职兵兵 然后社会成就相当高 为什么他们就是会打人 嗯 这大家现在都有知道吗 他社会成就好 跟他会被打人这两件事情 是 那这里我们就要来讲 心事化 他其实是 可能有某部分是好 但是某部分是缺损的 OK 那 他 他可能后天的环境 非常让他在理智 或者是知识层面 嗯 给了他很多的能力 或者是培养 嗯 可是在心智的这个能力 在情绪调节 这个能力是空白的 OK 所以就会有一些 加害人跟 呃 被害者 被害者 他们会形成一种联盟 嗯 就是加害人会去打被害者 对 可是你会发现哦 他在被 他在打他的时候 就是他刚才 我刚才讲 那个投射性认筒会再来一遍 嗯 就是他的痛苦 他在外面的痛苦 无法处理 但是他学会不能在外面 他就只要带回家 嗯 带回家他需要处理 但他处理不了 他就丢出去 丢出去就是他最亲近的人 嗯 心智的痛苦 显化是他自己内在那个 那一块情绪的展现 嗯 然后他看见 他看见了之后 他 确认了自己 嗯 对 然后可是又同时的 讨厌了自己 OK 好 那 但是你会发现 他会一直需要外面的那个人 来外显他的状态 嗯 所以他像这样的人 他身边一定会有人 他会想尽办法 让他身边有人 嗯 所以他可能会去学 怎么去建立关系啊 怎么追求男孩女孩的方法 哦 他不是真心要爱 是因为他需要一个人 来演他的自我 嗯 所以他会把这些能力 变得很强大 OK 是因为他需要有人在旁边 但是那个人进去他的关系 那个人就 变成他的受害者 他会变成破碎的他 OK 你就会发现 在受害那种这样的结构里头 被害者会越来越自我不见嘛 嗯 因为他必须装另外一个人的自我嘛 对 然后他会变得越来越破损嘛 对 越来越糟糕嘛 OK 那我们就可以去想的事情是 这一个受害者的状态 其实是某部分加害者内在的投影 OK OK 然后 这不咋 好 我想杨老师并没有要帮加害者说话 就是在亲密关系里面 对别人暴力还是不对的啦 但是我们只是想要把那个犯罪行李 就是加害者跟受害者之间的关系说清楚 简单的说清楚 好 那杨老师 陈和平呢 这样听起来 陈和平他可以操纵别人 他超厉害的 他是不是心智化很高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有些人可以文职彬彬 可是他 还是会做出很残忍的事情 那我在看陈和平的时候 我其实 因为他后面才比较多戏嘛 然后他戏就是已经开始 他在虐杀人 他对他成长的背景 没有像沈家文这么多 所以其实我不好评估 他到底是什么 甚至连自恋型人格 这一个标签 我都mark 就是我都刮好起来 因为其实不典型 就是我看他有时候 我常会出戏 对对对 你一直在罪念 他到底是反社会 还是自恋嘛 对因为 他是两套不同的状态 但是我想一般人 大家不需要这么清楚啦 大家就快乐就好 快乐就好 看戏就是爽感就好了 对对对 我也没有要这么的挑剔 我只是在说 如果回到我的 我的专业上来讲的话 现在其实百分之九成以上 我们真的都可以 在家庭里头找到原因 很高的几率是眼痕 但我们也不能说 百分之一百 所有的东西都是家庭 没有基因的问题 我会觉得 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 假设他有这样的基因 相对是比较残暴的基因 可是如果他假设 有一个好的环境 那这个基因可以不显化 我们都知道 有些基因他没有 就如果你有些疾病 你身体养的好 他会不出现 但他是存在的 但假设他已经有 这样的基因 and 然后他的家庭 又没有给他好的 又激化他 调节能力的话 那他一定就会出来 OK 好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文士嘛 好 那回来 陈和平 陈和平呢 我自己觉得 他的自恋型人格 他的人格很有趣 我觉得他在前半段 还在操控沈家文的时候 比较像反社会性高功能的 高功能的反社会性人格 OK 但是啊 吴康仁也说对 当沈家文死了之后 他的犯罪模式就改了 对 可是我会觉得 有点看不懂的事情 他的犯罪模式改 是因为他突然就从 反社会性人格 变成了自恋型人格 自恋型人格 啊你刚刚不是说 你不计较 就是可是在那里 我就会说 嗯嗯 但是整个人格变耶 好奇怪哦 OK 好 就是你让我们知道 你出戏的地方在哪里 可能有一些网友 或观众比较细致 也会有发现 这样的差别 那我现在就跟你解答 好 你那个觉得 嗯 怎么怪怪的 其实是 在这个人设上 他做了一个大的设定 对啊 然后在人性上的连续性 是不清楚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演员 非常的好 姚纯要演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就忽略这件事情吧 我们就看他的演技 可是杨老师 我看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有个东西 我一直都看不懂 就是陈和平那个角色啊 是 他就是如果这么高功能的话 他为什么还会这么蠢 到最后 要去那个啊 好 这里呢 我们来讲说 有一些人的心智 他不是全部没有 沈家文是真的相对是脆弱非常多 好 但是有一些人 他是部分有部分没有 好 但是我们在某一些时刻 是很容易掉进我们的 呃 情绪状态的 就是所谓的非信制化状态 这很直白 嗯 你的需求被剥夺的时候 嗯 你是不是就会瞬间断线 哦 比如说你是一个很需要被肯定的人 嗯 那你突然被辱骂了 你的需求被剥夺了嘛 嗯 你就会断线嘛 哦 或是如果你是一个很需要清楚的人 突然之间你被丢进一个非常不清楚的状态 嗯 那你的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嘛 所以你那一秒就会断线嘛 也就是说陈和平的那个关键字就叫做不重要嘛 对 哈哈 我只要跟他讲那三个字 你就点到他的血了 第九集跟第十集 好像这三个字是否定谋一样 对啊 那你会觉得 嗯 哦 好 那那 戏剧效果 戏剧效果 需求不满足的时候 就会付出行动 嗯 然后我再讲一点点 我最后再讲一点点 就他的心智会瞬间退化 嗯 退化到一种 他的内在世界等于外在世界 啊标准 那个专有名词叫精神等同 精神 就精神 等 等是等于的等 同是 呃 大同 大同小异的同 对 好 白化文 白化文就是 嗯 你一定有一种状态 就是你看见的事情 或你发现的事情 你就觉得它是真的 你无法去接受新的可能 比如说 有一些人他会认定 他的伴侣没有接电话 就等于他现在跟别人在一起 他跟别人乱搞 然后他无法被劝这件事情 任何的证据给他 他都不相信 这就是内在的世界 等同于外在的世界 他是一种 在心智化退 退行的状态 嗯 嗯 那呃 还有一个再更早的 就是可能 这个还是内在世界 跟外在世界 是相同 还有一个就是 内在世界 大过于外在世界 这个是什么 在一些强迫性行为 跟强迫性思想的人身上 他的内在世界 是整个压过 他的外在世界 比如说 他相信 手是脏的 他的内在世界相信 嗯 无论他清醒了多少遍 他的外在世界 给他多少的证据 他都没有要相信 嗯 这个就是 他的内在世界 压过于外在世界 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 洗手强迫症嘛 对对对 好 那精神等同就是 他所相信的事情 他就等话 在外界 然后他会去控制外界 回头去 满足 他的内在世界 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成和平 才会让我们看见一个 他想要把外在世界 演成他的内在世界 对 所以他整个八九十 都在演这个 精神等同的状态 就是 他会发现 这是我的作品 他要操弄这个世界 然后他觉得 他有能力 可以让大家听他的话 没有 他的内在世界 越来越强大了 嗯 中国人有一句话嘛 疯狂到最后 只有疯狂 才能消灭疯狂嘛 也是那个 马亦南 那个妙公在说 他的动作越多 破绽就越多 哦 这是一样的 因为他需要把 他的内在世界 演化到外在世界嘛 但他本来就是 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他越这么做 是不是破绽就越多 因为他毕竟就是个人 他不是神啊 对对对 可是他的内在 会越来越相信 他是个神 对对 特别是 第九跟第十集 他的那个姿态 是 是 所以你会发现 这些事情 可能在某一些 极端性人格 或者是独裁的人格 上面 都可以看到 一样的东西 好 所以你看他就到 我讲快一点 反正他最后 呃 我们已经知道 陈和平的状态 那最后吴康仁 那个郭小琪检察官 到底是怎么 扳倒他的吗 这也是大家一直说 嗯 为什么他突然就 刺激刺激 然后他就要 嗯 起来了 这样子 嗯 其实应该是说 呃 郭小琪 那个角色呢 他也是被这样的人 当这样的人 存在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你在他身边 你没办法思考 你只能不停的反应 嗯 掉进他的剧本陷阱里 对对 他的操弄 或者是他的那个 行动化非常的明显 如果你身边有一种人 是好像跟他在一起 你都只能 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 可是你到最后 都都只能去做 那我要跟你讲 你要很暂停 OK 那 那个郭小琪 是不是他最后就被 因为那个 那个陈和平 就是很希望他失控嘛 对 所以他就做出一切的行为 就是要把他逼到绝境嘛 对啊 就把他的前女友丢下来嘛 确实让郭小琪 关进去了 对对对对 那那个那个时刻的 呃 郭小琪 他确实就掉进了 非心之花 因为因为他的情绪 整个失控了 对对 那这就是 陈和平内在渴望的剧本 他要的 也是他内在的状态 是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看 吴康人是怎么回来的 嗯 回来是不是 他有一个学长嘛 嗯 对对对 反正他就开始剖析一下 那个 那个犯罪结构嘛 你需要先低头嘛 对对 那为什么他需要先低头 其实某种程度 他的低头 一部分是调节了 加害人 的情绪 调节情绪 让他又回到觉得 哦他掌控一切 嗯 的感觉 嗯 因为这是他要的嘛 嗯嗯嗯 对 那我觉得 这个剧本写得很好 就是 你先顺着他的 要的感觉 可是你的心智 是比他强的啊 是 所以你要有两套能力嘛 一套是你自己的心智能力 一套是 对犯人的心智能力 对犯人的心智能力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 他要这个 他要一个被看见 好的需要 这样子 那于是你要先给他啊 嗯 先给他完之后才能剥夺他嘛 给他了满足了 犯人会有一定程度的卸下心防 一定 一部分是 然后我们还说 前面有人讲嘛 心智能力 很糟糕的地方就是 你给了之后剥夺 你是不是就会瞬间 需求被拿掉 然后你就会激起情绪嘛 你的理智就会变小嘛 对不对 那他是检察官 他当然希望他的犯人失控嘛 嗯 所以他是不是就要激起他的情绪 对 可是他激起情绪 又不能像前面 姚雅慈 林心如演的那种方法嘛 嗯 对那就对着干嘛 对 所以嗯 简单讲就是 他必须能够 呃 激化他 对 然后所以他就演得弱弱的 然后再假装一个 呃 假的弄 弄 弄进来嘛 对对 反正他就演了那一段 那一段整个都在演的事情 叫做 当我们的需求被剥夺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进入到情绪化的状态 当我们进入到情绪化的状态 我们会控制不了我们的行为反应 嗯 我们就会直接奔着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去 所以 我们就要马上得到满足 所以在那一刻姚雅慈要一直被忽视 一直都被说你不是原创的时候 那一刻他的需求是最高最高的 他为了要马上立即 因为没有调节能力 他马上立即的得到他的需求 他就是瞬间公告说 我就是大家要看着我 我才是 所以他的需求是 不是杀人 他的需求是 他要被看见 被重视 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往着 他要杀多少人 他要怎么去杀人 他的手法 你就会一直 配合他的剧本 嗯哼 就一直掉在他的逻辑里面 好 好 是不是可以 快一个小时了 那杨老师 也就是说 就是像陈和平啊 或者是我们一般看到 文职彬彬的人 他们的心字化 其实就是这一块 关于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 他会直接行动 对 讲白话 简单讲是这样 好哦 好 大家记得这样就好了 好 先记得这样 那接下来啊 如果我们真的 发现身边的人 或者是 发现有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 可以怎么做 好 那这边我要跟大家讲 大家这个时候 一定会想说 老师那是不是赶快离开 跳走吗 好像就 就平安吗 嗯 除非你现在有 立即的生命危险 嗯 好 当然就马上 嗯 对 不然的话 你只是闻到你身边的人 嗯 有这样的状态的话 我会跟你说 分离是一个 最容易勾起 他们被剥夺的感觉 OK 那这个时候 你要处理得很小心 嗯 你要去 去揣摩一下 吴康仁的心情 就是 你需要先顺着他 嗯 才能慢慢地离开他 OK 就是这个 我们自己的心智化能力 也要很高 要很强 要很强 因为你很容易被勾起来嘛 就会很像 摇 那个 摇摇 就是零星鲁的反应 就你很想呛他 你很想激怒他 可是你越这么做 其实你只是让他 内在的那个状态 一直放在你身上 他就会一直投射出来嘛 他会一直放在你身上 所以你需要扮演一个 跟他过去 环境不一样的 反应 嗯 的人 所以这为什么 我在好好说再见的时候 当然我写这门课的时候 完全不是为了这出戏 那时候还没出来 我要讲的事情是 说再见 好好的说 一定要练习 不管你的 互动的对方是正常人 还是 还是心智有一点 状态的人 当你是越有 心智能力的 你对分离这件事 你的理解程度是高的 你能控制程度是高的 你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只要不容易勾起 他内在的痛苦 嗯 或者是让那个 可控再多一点 OK 然后你再smooth的离开 OK 对 但我里面没有写这一张啦 是是 我只是在告诉大家说 我里面有很多很多 让大家去懂心理 小朋友的心理 去懂家庭里头 那个结构是什么 去懂不同关系里头的 那种很 很情绪的部分 嗯 那个对分离的 可以怎么帮自己 跟帮对方调节 的 先标示出来 你可以把我的课 想象成是一个 大家对于分离 我在调节你们的情绪 嗯 我在帮你们命名 嗯 然后我在帮助你们 有心智能能力 我没有办法一比一的 知道你的事件里头是什么 然后教你怎么处理 因为不可能 可是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跟我前面讲 心智能力就是 有人标定出来 有人帮你认出来 认定出来之后 标示他 标示他 再教你一点 调节他的能力 嗯 然后你的心智能力 慢慢涨慢慢涨 你就可以去 因应更多的世界 好哦 那好好说再见 其实我知道大家很害怕 非常害怕这件事 也是我对社会的观察 那也是我的一种回馈吧 就是希望大家对于这种事情 他有更有能力去心智化的处理 好 而不是冲动化的处理 OK好 我想呃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善良的 大家听完这一集也不用太紧张害怕 那只是说你听完这一集之后 你会知道怎么去辨识出这样子的危险人物 那辨识出来之后 也不用太张扬 你就是自己知道 然后默默的 慢慢的远离就好 千万要记得林心如的反应是大雷 不要去跟他互呛 他只有在戏 戏剧化可以这样子演 对 对就是 有些情绪出来的时候 我们读到他 但不是要去跟他互相搅获 而是你要回到你的关系里面 你真正要的是什么 是 对 然后去决定你 你下一步要怎么行动 这就是你已经拥有了心智化的能力 是 好 那如果你想要继续修炼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现在赶快加入 好好说再见 快哦快点 找回爱与安全感的分离必修 快点快点 早鸟假快要结束 直到5月10号晚上9点 晚上9点 是2288 直到5月10号的晚上9点咯 还没加入的同学们 我们等待你一起加入 那如果你现在啊 家里有小朋友 你想要让他怎么样好好的心智化呢 也要记得好好的收听我们的下一集咯 对 下一集我要讲回原始正常的状态 好哦 对对对 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 期待下星期提出更精彩的内容 拜拜